大家好,我是飛龍 今年2023年香港小姐 賽果好像大眾不太認同 我看到網上一直都很多人在爭議 其實當日未公佈賽果的時候 我看到冠軍裝輾船的時候 我都跟我老婆說 這個應該未必可以 看清楚一點,她的鼻子好像有點奇怪 當時我這樣說 但我老婆說不是,她覺得OK 有時是不是真的有覺眼呢? 不過我們不是很專門去看整個賽果 所以我老婆沒有機會拿其他比賽 尤其是大眾在選 覺得10號陳佩琪 問得反之答得好 樣子又不錯,根本就直接有冠軍相 其實在網上呼聲是最高棄她 怎料最後落選,三格還要不入 所以這套片我們一起研究一下 其實歷狼香港小姐有沒有一些像今年那樣 即是冠軍贏了的賽果,其實大眾都不太認同 因為莊子船剛剛還被人發現 她的背景都不簡單 她爸爸是香港錦報同鄉聯誼會的會長 本身莊子船問答環節 其實我都覺得不是答得差 但如果相比10號陳佩琪 我覺得陳佩琪說得好一點 如果要很認真地說,陳佩琪有什麼跟1號差一點 有可能,10號身材上未必是這麼突出 但有時候你知道,其實選香港小姐不只是看身材 看Overall Overall 我真的覺得她差不多贏了 其實歷狼有沒有港姐那屆呢 選完冠軍出來,大家不太認同 反而是其他樂選的大家更喜歡呢? 當然有,例如2012年那屆是誰冠軍? 就是張明雅是冠軍 那屆比較特別是第一次以全民公投形式選冠軍 啊?全民公投形式選冠軍? 選完的人都可以不認同? 是啊,真的不認同 為什麼呢?因為當晚在最後關頭 電腦突然失靈 最終怎樣呢? 就是要由評判去評分去作準 最後的結果就是張明雅冠軍 第二就是黃森榮 第三就是朱千雪 之前一直張明雅都不是特別,很飆青 但最後由評判去定之後 所以她就瞬間打贏了朱千雪和黃森榮 當時就惹起不少網民的氣憤 當時網民覺得應該是千雪BB 贏冠軍 誰知道只是拿了貴軍出來 張明雅雖然在2013年獲得香港小姐冠軍 以及國際中華小姐貴軍 但在賽遲其實都爆過她不少負面的新聞 又批評她學力低,讀書水平不夠高 認為她不當判港者 成為這家中此之敵 最主要是因為原本想著全國市民一贏一票選出來 怎知是不是因為太多人投票 網絡未能負荷 視乎她出了問題 臨時改用評判去計分數 令到本身領先的朱千雪慘變貴軍 所以當年張明雅獲得獎時 現場傳來一票虛聲 當時很多人覺得張明雅是靠後台獲得冠軍 為什麼呢?因為她的舅舅是張堅停 張明雅給網民評論 她的外表無論平日什麼都好 總之整體上覺得她比較普通的外表 這個案件跟今年我們的冠軍莊子船都差不多 因為連內地的網民都不認同 因為內地的網民說她只是一些廣東的路人樣 這麼嚴重 我看看原來和Color阿Day是同學 我看一看阿Day當年又真的好像比莊子船好些 而且她在讀書時的鼻子已經有點奇怪 即不是當晚港姐化妝化露 她本身真的有點奇怪 講回2012年的時候 張明雅 稅則當年她獲得冠軍 但後來她獲得的工作量其實也不是很多 比較少 在TVB有什麼工作都是客串幾部TVB劇 主敵在東張西網至木圖擔任主持工作 現在更加專心做媽媽 專心上輝教子 我覺得張明雅也未算到很差 不過因為原本由阿尊痴說 民選一路票數大頂 突然懷疑 搞到最後張明雅獲得什麼 在這屆港姐裡面有一個名稱給她 就是最不得民心的港姐 剛才說真的 莊子船今屆的港姐冠軍 我老婆還能接受得到 但之前有一個港姐 我老婆和我都不太接受得到 就是2017年 雷莊怡 她說得很厲害 不只獲得冠軍 還獲得最上鏡小姐 其實這一屆的評選方法都備受爭議 因為原本她和一號何依庭平手 但最後由阿多姐一個人可以投兩票 就選了她為冠軍 當時這個這麼奇特的投票方法 即是評判的投票方法 網民又當然不認同 他們認為雷莊怡並非實至名歸 網民還說到底這個香港小姐 是代表香港還是代表阿多姐 當時說她獲得冠軍的原因 因為是爸爸有成過億身家 即是後台景 雖然雷莊怡當時被人評價很多 又說她是整個沙亞蘇的港姐 我還記得當年她在Instagram 直接回應一些網民 不客氣 她說 I don't care about people not liking me 即是我不助負別人不喜歡我 當時更說部分網民沒有受過教育 過分商上傳媒的報道 因為很多媒體都不認同她當時獲得冠軍 因為媒體說她在香港沒有觀眾緣 她是不是一無是處 其實當時我都有跟我老婆說 雖然我都不太喜歡她的外形 但看她的身材高度 其實是很合乎外國的選味 想選那些種類 只能說她就不太適合我們東方人的口味 因為我記得在2022年的時候 她還在一些國際選美中獲得貴軍 我還記得當年她說四任後 就會回到加拿大發展 並計劃進軍荷里活 我不知道有沒有進軍 因為之後又有疫情發生 另外2007年當年的冠軍張家儀 被網民給了一個綽號 這個綽號真是慘 就是叫做最醜的港姐 不如是在說2007年 其實你問我又不覺得很醜 只不過就沒有那麼漂亮 但網民說要跟正 因為去到2017年之後 剛才雷莊怡之後 就要跟張家儀說一聲道歉 因為已經最醜的港姐 不是她了,轉了第二個 其實張家儀是不是真的這麼差呢? 話是說 雖然當時香港人這樣說法 但她在2007年參加第57屆 世界小姐的時候 是順利晉身最後16強 在香港小姐裡面 參加亞姐近20年最好成績的一位 對上一次獲得有名次 香港代表已經在1987年的時候 楊寶寧 就算她當年代表香港參加華姐 還記得那時在舞台上穿上一件 低胸的舞衣 自摸在跳些辣身舞 最後都獲得亞軍 不是那麼差的成績 我見她近年的相片 有時候我都覺得她好像更好 我們今年的冠軍 見她生完小孩之後 身材仍然保養得很好 那麼智能軍是不是港姐的質素 低處未算低呢? 還是有些人其實是用時間慢慢看 看幾看都很深看 另外在2005年 當年的冠軍是葉翠翠 但當時選港姐的時候 就被人笑她的造型很奇怪 說她的頭像鳥巢的頭 當年紅片全香港 當年的網民說 萬物不能相信 這位就是我們香港小姐的冠軍 看回當年這件泳衣 也挺備受爭議 我不知道是騎嬌 還是有些情況好像過份性感 感覺上不夠端莊 但這些泳衣相片也是其次 當年葉翠翠 還被網民封了為整容港姐 即是離譜整容那一隻 當時說她雙眼皮、濃臂、濃胸 雖然被人惹來這麼多爭議 但最後都順利拿到冠軍 所以外界就說她當年是內定的冠軍 競選期間 就傳聞她有一些裸照的照片 因為在未選港姐之前 她是一名無特兒 之前幫雜誌拍了一輯 給一個大膽的半裸照 當年她自己本人說 覺得那一輯照片很健康 都是正常人的泳衣照 我就沒有看過 所以我就沒有什麼評語 但當時雜誌是用裸照去形容她 所以當年有人說她 太多負面新聞 所以當時被人認為是其中一名 不受歡迎的當選冠軍香港小姐 在2016年那時 而TVB要求她減薪 三分一 所以當年她提早跟TVB結束了合約 離開大台之後 她分後四年刪了三名義子 更成功轉型了做美容界的KOL 沒問題 因為當年她被人爭議 都是說她是整容 現在只不過分開自己的心得 現在好像是41歲左右 在這張直播的照片 年紀大了很多 有人說 覺得60都相信 我就覺得沒有60 50多 好像跟她真實年齡 大家十多歲 難道真的有些女性 去到某個年紀 真的差一點點 差一點點應該的 因為她都生了幾名義子 都算是這樣的 另外2010年香港小姐冠軍陳婷欣 當年被人感覺都是一般 選冠軍的時候 最主要是什麼呢 最主要是在露恥笑的時候出了事 因為網民說她沒逢笑的時候 她的牙肉和牙根就像爆出來一樣 那些網民說還沒笑 或者還可以的 但她一露恥笑 很明顯笑的那一副 那些牙肉不漂亮 當時網民就在評論 這個不可以明顯笑的香港小姐 那其實會不會是選錯了呢 例如這張照片她沒笑到 是不是覺得好很多呢 但你叫她經常不笑 這樣很難的 我們不可以選一個香港小姐 經常黑口黑臉 因為有些人覺得 有些人一不笑 樣子就會等於黑口黑臉 不要緊 現在公司都給了幾多工作去做 之前那張照片她也有份演出 另外1993年的冠軍 莫可欣 都被網民批評得非常之厲害 莫可欣曾經說過 她不覺得自己不漂亮 有可能她之前那幾屆實在太出色了 例如她對上那屆 盧淑儀 再前一屆 葛海鳴 再前一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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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對上那四屆 每個港姐都是被人好評的 起碼是個樣貌 大家是覺得她們漂亮 所以當年他拿冠軍時被外界說 他完全和美好似扯不上關係 不過當年他贏了評判也喜歡他的學歷高 他讀了免疫與分子生物學位兼工商管理碩士 那個名字好像很厲害 還要精通英文德文普通話 當時大會覺得內在美智慧一定夠 外在也有人各花又各眼 莫開恩曾經說過自己被外界評論得很厲害 其中一個原因是他的老公是方中順 很多人覺得他的老公是一個男神 他搶了一個男神回來家 很多人覺得他是眾矢之之的 功力這麼嚴重 原理人家應該更嚴重 總之一句網民說 美貌與智慧並重不適合用在他身上 另外我想說一位 這位不知道是不是網民不喜歡 但我只知道公司應該是不喜歡他 這位港者就是2008年的冠軍張書雅 當年其實他競選期間都好像有些負面新聞在 但他最負面就是 拿了顧軍之後 頻頻請病假停工 沒有履行港者的職責 更拒絕代表香港參加國際中華小姐 搞到港年要找個亞軍去頂他 就成為首位港者冠軍 沒有參加國際中華小姐 因為他所有的職責都沒有做 就被大眾給了一個綽號 叫做最喜的港者 和態度最不認真的港者 所以在2009年就是他之後一屆的香港小姐 首次冠軍沒有幫下一屆的冠軍做加冕儀式 那次改由1977年冠軍朱玲玲去幫她 代替她 是不是一個挺奇特的香港小姐 做完港者之後就卸足兩年 中段又做一些無特兒等等的工作 但不知道做得做下又很快又放棄 果然夠氣之後還淡出如來圈 之後大家更加不知道她的身影去了哪裡 只能說她 其實有人真的不太喜歡做娛樂圈 歡迎各位網民分享一下 你覺得有哪位港者 你都覺得她當選冠軍不是很認同嗎 或者剛才我說了這麼多歷來 這麼多不滿意的冠軍 你們又選一下 這麼多屆選一個總冠軍 誰是最不應該拿冠軍的冠軍港者 歡迎大家留言 今天娛樂新聞就是這樣 遲些再分享其他娛樂新聞就是這樣 拜拜